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背后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等等的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让媒体可以真正的独立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桃园航空城 在上一次主要是在谈这个政策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美好的想象 在这个美好的想象的过程当中 在程序上面 在法律上面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人民的权利上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伤害 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在 这个世界桃园航空城当中的两位不同的角色 一位是这个当事人 一位是协助这个反破迁的律师 所以我先跟她介绍两位的来宾 第一位是这个蔡美玲 美玲姐你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 美玲姐是这个桃园航空城 反破迁联盟的成员 那事实上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参与了一些诉讼 当然她也是这个被破迁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另外一位是熊伊林 熊律师 熊律师好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熊律师是这个桃园航空城案的律师团的成员 那前一阵子也看到熊律师参与了这个有关土地 这个征收诉讼的这个案子 那我想在这个案子当中 事实上它涉及到的人非常的多 它涉及到的这个征收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美玲姐 就是当时你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 知道航空城这个案子 那你当下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吗 因为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叫征收 我只知道都庚 因为我在新北新庄区 从小就是一片田地在玩耍的地方 可是渐渐的小学减少了农地 中学又更少 到了高中几乎都是公寓了 那那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姨她的田 是我们在玩耍的地方 她那时候在收资源回收跟种菜卖菜 可是到我国中的时候 她是配了一间透天处没错 可是她没有菜种没有菜卖 她依然在捡着资源回收 到现在我看到她 还是依然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我在我心里就有一个底就是 都庚怎么会是这样 那我结婚的时候先生就是在机场上班 我们就搬到 所以你现在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是 快递舱这边的 长用快递舱这边的 但我就搬过来之后 其实大家邻居在我背后嘀嘀咕咕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新搬来的邻居 她比较好奇 我当初是这样想 然后好像隔了一年多吧 我就癌症了 那这癌症的治疗当中当然是很不好受的 而且我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知道就是第四期了 那当然是先化疗先做 做完之后 癌细胞没有减少到多少 但医生就紧张了 就一定要先开刀了 开刀之后 你看我这样 我的胸部就是像皮贴着股头肋骨 所以你现在在做化疗 没有 我是医生放弃的那一种的 就是治疗完之后 开刀完之后 你就过好你的每一个明天 那也习惯了啦 就反正就 怎么来我就怎么过嘛 那这个化疗开刀 又在化疗 医生有说 你的药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三到五倍 你如果承受不住的话 你要讲 我们就可能停药了 但是还是撑啊 撑过了 就没想到美好的生活 才要开始而已 想说可以好好的调养身体 然后就看到对面的房子不错 万一我哪天不在的话 我先生小孩 爸爸妈妈姐姐都可以住在一起 那就看到 对面刚好在盖房子 真的是 就对面而已 就这么近而已 好棒喔 就决定看了房子 就跟姐姐商量 先生的姐姐商量说 这样的房子不错 我看的房子也不错 就决定买了 好 但很开心啊 三月看房子 四月份签合约 五月二十七号贷款下来 六月十四号 我们接到公文说 我们纳进去 机场特定远去 纳进去 机场特定远去 对 所以我们 等于这个机 所以你刚买好 然后没多久 就是知道纳进去 我那时候才去了解 大概九十九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就已经屠有了 很小就是现在的黑猫中队那边 他的原济有的战备跑到 那这样子我们还不受影响 可是到了九十九年 就是朱立伦换到吴智洋的时候 哇 好大一片 然后到了一百零二年 简直就是一块布 这太夸张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 也没有外面的资源生源 政党我就不用讲了 一定是三党 国民党 民进党 五党的 那他们在地人是跟我讲说 我们都不找民进党的 我说我管你什么东西啊 现在我不管他什么颜色 这个人可以救我 我就一定是找他 所以我就 我要特别介绍这一位 游和议员 他当初只是大员的代表 可是我就在脸书敲他 他就来了 我们也跟政府一样 我们开了下乡说明会 政府有开他政府的官方说明会 我们要告诉居民 不是政府宣导的这样 现在事实证明 就是不是官方说的这样 有土地的人绝对很好 很棒 可是当你只有一间房子的人 是会很可怜 说不定将来配了连一间车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家是被划进去 那个区域 那你就开始展开了抗争 那他有什么样的 跟你讨论的程序吗 还是他就发一个通知单告诉你说 你们家我要了然后就要交出来 是这样子吗 有 有一张类似这样大小的宣传单 但他是纸粉红色的 纸粉红色的 然后写着你同意被征收 还是不同意被征收 然后一个是请忌讳 比这样小张 就这样对折而已 所以是用计划 不是丢你信箱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看到邻居的阿伯很生气 航空城搞了十几年 现在又来搞 他们就很生气 就有着当场就撕掉 对 那后面我就进行到 内政部零件署开会 也是借由徐老师跟本权老师 徐教授跟本权老师 要不要本权 对 对 本权老师很激动 因为我们航空城可能有 就是台湾游戏的最大的征收案 对 但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会议的时候 都是徐老师跟本权老师去开会 那时候借由裴慧老师跟田启峰主任 他先进来 进来跟我们讲说 因为他们有老师一些受教权的影响 还有学生的权益 所以他进来我们这边先看看 有没有居民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我们才刚刚组织一个 叫桃园航空城反破迁 也不是 桃园航空城自救会 刚开始是这样 结果没想到这里面的人是在地人 他们有一些人是要跟村长 就是有一点进来当白亚的 撂白亚的 那时候我比较单纯一点 我就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说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不到半年 就是碰到大浦 征收案那个 那个阿贵律师他们胜诉 我记得那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还在外面 我还架着摄影机在拍 因为我是机动主 我都是跑外面 结果在这过程当中 我接到里面办公室的小姐 给我电话说美玲姐怎么办 他们一些重要的干部 已经去找村长协议架构了 OK 所以当场我就眼泪就哭了 我就真的哭得很惨 就有点被出卖的感觉 是啊 那时候阿贵律师也有比较注意到说 我的行为可能哭得太严重了 因为那个眼泪是不知不觉 一直掉一直流 一直流就像水龙头一样 他有过来跟我讲说美玲 今天是大浦胜诉的记者会 我们不要失焦 因为大家那时候也知道 我是航空城的代表 然后我就跟阿贵律师讲说 我知道 可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哭 因为我内部有一点事情 所以我不自觉地一直掉眼泪 那他已经这样跟我说 我只好就是手帕半改着 然后摄影机就夹着照拍 印象给我最深刻就是 那一次这样子的打击 然后我们自救会的会议 隔一个礼拜就开会了 我就说长痛不如短痛 因为我们的终究终点是不一样的 我想说我们就此打住好了 你们走你们的 我们走我们的 我想走我自己想走的 他就说不行 我们就是要利用你 你不能走 我说可是你们是有条件被征收的 我不是 我的是就是你不要来动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来扎根的 我才刚进来 我97年才刚搬进来 你就要把我连根都拔起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你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识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自己的考虑 他就加入了这个征收 但是你后来持续的抗生 不过我想要先请教一下熊律师 就是刚刚有谈到说 当美玲姐她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那一张单子 那张单子就说征收跟 同意征收跟不同的征收 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征收的程序吗 还是我们国家在征收土地的时候 就是惯常用这种方式 跟主持人报告 其实刚才美玲姐所提到的一个 应该是说是 虚地机关去针对可能要被征收范围内的 被征收户 他去调查他的意愿 那基本上其实在实务上 其实是有会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个程序上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像美玲姐刚刚所讲的 他那个单子上面其实写的非常简单 他只问你要不要加入区段征收 其实也不是加入 其实他是认为说你同不同意区段征收 那你就是重点是你一般的居民 或是一般的不管是土地所有人 或是建物所有权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区段征收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只有这么 简陋的一个问题 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加入 那这个到底这个问卷 这个调查出来的意愿 其实是有很大的可疑性 他本身只是一个调查意愿 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决定或不决定的一个决策了 还是 基本上他们其实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是否同意要加入区段征收 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去作为他后续进入土地征收 审议小组时 会去跟委员说明说 本件的一个区段征收的开发案 有多少人其实是同意征收 那包含是说有多少人在协议架构 已经同意就是出售他的房子跟土地 其实他这个会是作为后续 土地征收审议小组去参逐的资料之一 但我们刚才就是跟主持人报告 就是我们会认为这样调查 其实是非常简陋 而且在于当地居民 就是这些被征收人 他们在完全不了解的一个情况之下 做这样的调查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任何的代表性 对 那他们可以反对我不同意征收吗 这个反对是有用的吗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 而且又是用区段征收的方法 居民不想玩可以吗 就在那个单子上面 就算表达我反对是有用的吗 你在单子上表达反对 就是代表是你一个意见提出 但是因为其实征收他的一个流程 在虚用土地机关 他提报这个征收案到 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小组之前 他其实是有好几个程序要做 那基本上他一定要召开工厅会 然后还有就是协议架构的程序 那只是说依照我们本件来讲 他又涉及是一个新定都是计划的关系 所以他的工厅会 其实有可能是透过 另一个在特定区 都是计划所召开的工厅会的部分来讲 就是合并进行 所以以我们本案来看 其实我们如果土地被划入征收范围之内 那我们要不要表达不愿意征收的意见 一定要而且一定要每个程序都要参与 因为从我们最近就是6月12号 所收到的一个机场园区的土地征收的案件 我们看到判决理由 其实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 他有去细致去审酌原告这边这些当事人 在相关程序当中你有没有表达意见 我们其中有一位 有一位就是被判决败诉的原告 其实就是被认为说 你虽然在一开始在都市计划的一个在工展的期间 你有表达你不愿意加入征收 但是你在后面召开的相关的工厅会的程序 或是协议架构程序你都没有参与 然后法院就认为说 基本上他认为因为你的土地在机场专用区 在自由贸易港区 在这个地方来讲 他认定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那你在后续的这些程序上 你没有在工厅会表达意见 你也没有在协议架构表达你不愿意征收的意见 他认为说既然蓄力机关都已经践行 所谓的这些给你程序参与的一个权利 你没有参与 他会认为这样的程序已经足以合法征收 不是听起来有点荒谬 你不是说他在问你意见说 你说不同意他就永远不同意 而是你要每一个过程都要说不同意 然后每一个过程不同意 是要有点像集点累积以后 你要去诉说要吵架的这个成本 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以 目前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一个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判 对不起110年数字860号这个判决 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现在法院在这个判决当中 有透露出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在相关的程序 你没有去陈述意见 去具体表达说你不愿意征收 这个征收案不具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根本就不需要征收你的土地 如果你没有做这样子相关的陈述意见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会对于你后续的 在行政救济上可能会有一些困境 对 不过这都是很后端的事情 对 因为你们家可能都被划决 甚至有可能已经被拆掉 都有可能发生 对 那像我们这件案件来讲 因为它在它是先行去段征收 所以它其实后续的审议 其实是土地征收 跟那个都是计划审议 其实是并行的状况 那都是计划委员会 他们其实在第832次的会议 有做出一个 剔除去段征收范围的一个处理原则 所以其实在当初 如果你有符合所谓都委会所制定的 一个剔除原则的情况之下 主要是说 如果你的土地是属于建筑用地 然后对于机关对你的土地 没有特别的需求 然后也不会影响整体开发范围 然后也不影响整体开发计划的情况之下 你的土地其实是可以被剔除 但这个部分只有针对建筑用地 不包含农物用地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这个程序当中 其实当初有提出的话 其实确实是有机会 可以被剔除在去段征收范围 但是我们这一件桃园航空城的土地 可以征收一个重点在于 其实它是征收非常大面积范围的 农物用地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机场园区提起 撤销诉讼的原告 其实他们土地大部分都是在农物用地 所以他们属于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要征收 但是还是被划入征收 只是因为它土地是农物用地的关系 对 我想接下来再请教一下美玲姐 就是在刚刚律师有提到说 会有一些公听会 那我们知道在这次有办 应该是听证会在这个大礼堂 那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玲姐是不是每次都有参加 然后你有没有接到通知 或者是除了这些大型的这种会议之外 有没有在跟住户有一些进一步的沟通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长耶 他有开了很多场的说明会 道理 每一个理都有办说明会 说明会就是说我要怎么做 我自己告诉你知道 但是你的意见我没有意见会听 所以是一个跑流程 那有 刚开始我会喊 我不要被征收 那我不知道那边的人文文化是这样 好可怕 你不要那么大声啊 他们官员来到这里 你不可以这么大声啊 因为我们在台北嘛 我们就 发表我的意见有什么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变成我是居民的剑靶 那好吧 我不能用函的 我就只有说明会结束的时候 我就找 现在还在 在陶氏府地震局局长 现在是当局长 我就跟他问说 局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有一间是公寓的25瓶 然后这边透天的是73瓶 我这样被你征收的话 我配的多少地 因为我们刚开始真的不懂 你勉强我就是给你30瓶 但是你后面5瓶要跟我们政府卖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 所以25瓶加73瓶 然后换30瓶 对 那本着存1分之1而已 对 而且还盖2楼半而已不到3楼 你还要退缩等于是30瓶 所以不是一瓶换1瓶吗 没有 不是 我配到30瓶 我实际的建地退缩再进来 等于是逐瓶只有盖到18瓶左右 我说那这样怎么对 我还要再跟你买才够盖 配到30瓶的地才够盖18瓶 我天啊 我说你有没有说错 你有没有算错 他说没有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征收 他以为我在说笑话 他说 随便你啊 很不屑 我觉得交通部民航局 那时候的公务处副处长 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告诉你哦 你不被征收的话 你的子孙写万叹你一世人 因为你轟了发电了 对 对 然后这里都是鸟不生蛋的 你管我鸟不生蛋 这其实是台湾在土地征收一个 我觉得最遏止的地方 就是他会提供一些想象 然后我们这个征收 我们土地开发是进步 你就是妨碍进步的人 可是我上班地点就在旁边啊 他怎么回我呢 谁叫你老公都要在机场上班 在台北的时候在松山那个机场 那个也是不到五分钟就一班 三分钟就一班的嘛 那我现在在这边也是机场上班 就是因为在机场上班的时候 我才在这附近嘛 对啊 你有没有人性 我觉得啦 你们这些官员啊 坐在办公室里面 一点一线一笔一画 你知道那一点就有多少老百姓 要牺牲吗 你们体会得到吗 所以你觉得这些沟通 事实上感觉只是他在告诉你他要做什么 甚至你会觉得有点在耍官威 他没有在听你们的意见 所以这沟通 不管是听证也好 或是工厅也好 或是说明会也好 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我们航空城这么大的征收案是 我们用老百姓的力量 争取到听证 工厅会的呢 而且他还是很不屑 他内政部办一次 他觉得不行 我们觉得不OK 他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不行 所以才又有 我刚刚好像说错了 是交通部先办 然后后面才内政部觉得不行 我要第三方再来开一次 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律师 就是有听证会 如果有工厅会有说明会 说明会就不要说了 反正就是一个不打的概念 可是听证是有法律的效率 工厅会事实上也是要 必须有一种民主的程序 那按照美丽姐的说法都没有用 那开这个要干嘛 应该是说听证会 它的一个用途 其实是在 让不管是虚地机关 然后或是说是在地居民 他可以去表达 对于这一个区段征收这个开发案 到底同意或是不同意 然后对于一个比较细节的 法律上的议题 大家可以去做意见上的工房交换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 我国现在在听证制度上有一个问题 其实实际上像本件来讲 他一开始的第一次的听证会 是交通部民航局他们所举办 那其实你是请一个 他想要征收你土地的人 来办理这样一个听证程序 然后那这个听证来讲 他的一个组成上来讲 其实可能就有一点意义之外 那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是 因为听证的结果 他其实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后续审议 到底有没有符合听证结果 办理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说这个听证其实没有强制性 其实如果你能就听证结果 如果你有作与跟这个听证结果 不同的部分来讲 其实你要具体复具理由 所以实际上听证有没有用 听证是一个在我们在制度上 是希望让人民的知的权利 可以受到保障 他的陈述意见的权利 也必须能够得到保障的一个程序 但是他相对来讲也相当的专业 他其实是会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协助 所以在当初的听证程序来讲 其实也有不同的律师团来协助被征收人 来去做相关的意见陈述 对两次的听证会都有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事实上也都有蛮多去疑虑的地方 但是不管如何到目前为止 都是在抗争 不管是诉讼的抗争 或是记者会的抗争也都在进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看那现在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 这些抗争这些诉讼是有用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难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灿难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募资捐款 让独立媒体可以真正的独立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延续上次跟大家讨论的 桃园航空城这个全台湾最大的这个土地开发征收案 在我们节目现场有两位来宾 一位是蔡美玲 美玲姐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好 美玲姐是这个桃园航空城反破迁 反破迁联盟的成员 那另外一位是这个熊伊林熊律师 熊律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熊律师是桃园航空城 这个桃园航空城案的律师团的成员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征收的程序 它也涉及到的一个法律的问题 或是某种资的权利 或是某种公民参与的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有很多的瑕疵 特别是从美玲姐这样一个亲身经验 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说出来 这样的一种分享的经验 事实上会让人家更刻骨铭心 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人民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伤害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美玲姐非常勇敢 虽然她身体非常的不适 已经癌症第四级 仍然是非常的努力在捍卫她的家园 我觉得也不是在捍卫你自己的家园 你在捍卫是整体整个台湾所谓的居住正义 以及去打醒这个政府的一种不当的法律程序 或是不断的政策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在抗争的过程当中 后来好像你们家也划出了这个所谓的征收的范围 那所以现在是都没有事了吗 还是其实还有任何一些这个随时可能又会被划进去的危险呢 因为我在前天又收到交通不明航局 又收到了 跟地震局还有桃园市政府他们的文来针对于我们海口里四个聚落剔除区 要再开再次纳入说明会 再次纳入征收说明会 所以还有可能要再征收 对 所以它征收的土地还不够用 我是不知道它到底够不够用 以前是远雄在跟我们征我们的家 现在是长荣 现在长荣已经盖到我家隔壁了 对 除了我们现在这四个聚落留下来以外 其他的区都已经是长荣了 对 它的关税大楼也盖在我们家隔壁了 它限制我们的家不可以盖那么高 可是我发现到长荣的关税大楼盖得比我家还高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条例 然后呢 我有拍一段影片 我把这段影片发给花次长 花进全花次长 我说我们看喔 这边是二十楼的景观大楼 隔一条水沟 这边是光明社区跟我们家这样连着 都是只有三楼到四楼的拖天措 我们这边有非安疑虑 他二十楼 景观大楼 将来是要做商务大楼旅馆用的 他没有非安疑问 有杂志去拍到一个很讽刺的画面 就是二十楼跟我们拖天措跟飞机在上面 到底是谁才有影响到非安问题 其实我在这段抗争的阶段 很多媒体记者来采访 我们的家根本 我们家都七楼了 光明社区那边只有三楼四楼而已 怎么样的非安疑虑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107年 地震师 内政部地震师的最后一次会议呢 有委员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还是有人留住 他这边不是六十分贝 以上不适于居住人民吗 那为什么他留下来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以前 他是交通部公务处的副处长 潘成火 他亲自回答 因为蔡美玲他一开始就开始抗争 到现在还在抗争 所以我们查了一下 他不在我们非安经纬度里面 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没有影响到维安吗 他就回答了那个委员 那委员说 既然他不在非航线的经纬度里面 那为什么这么大区块都画进去征收呢 那个潘副处长就回答说 因为很多人要征收啊 是这样说的吗 是应该你有公益性必要性需要性 才要征收吧 对 那还有你用这种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来征收 我敢说真的 政府机关你在做什么 我到现在抗争这么多年来 一直收到的都是剃除公文 我每一年都有存着 你为什么还要在一直开说明会 一直再次纳入征收 我不懂 很多人说他要纳入征收 没有错 但是有公益性 有需要性 有必要性吗 而且我们的区块委员已经讲过了 我们是不适合谈比例原则的 不认为我们是公益式 我想要请教律师 为什么这个案子不是应该就已经先画好 然后该处理就处理到 为什么还会突然间又说又画进去 不是被剃除了会发生 这是法律上面这个程序是合一的吗 对 这边跟主持人报告就是 刚才梅林剑所讲到的状况 其实在跟我们在处理 其他当事人的状况 其实很相信似 那其实有一些像是我们有些原告 他是在自强社区 或是一港路两侧的一个聚落的居民 那他们也是因为当初 本来也不再去断征收范围 然后但是后来是因为 有当地的这些住户 有部分同意想要被纳入征收的人去澄清 所以后来在我们在剧场园区的土地征收案当中 就有就因为有 有当地人主张要被征收 纳入征收 他们的土地就被纳入征收 那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法院的判局 其实有很明确的说明说 你纳入征收跟不纳入 跟剔除征收 其实你要去横着它的供应性 然后而且也应该要去确认是说 纳入这个土地征收到底有没有 对于整个计划案有帮助 有任何提升公益 或是对于整个开发案是有必要性的 你公益性的必要性 其实是要必须非常具体说明 而且你还必须得横着说 你这个土地的剥夺的 土地剥夺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其实是不是只是为了要增加他人的私益 或是财务的考量 那我认为说 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机场专用区 机场园区的诉讼案件的判决 其实它有揭示这样子的一个意志 我认为像美玲姐他们的土地 又再次收到这样子 虚地机关这样的一个通知 我觉得同样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在于 如果你只是因为有部分人民澄清 他要纳入征收 这个不是征收的室友 征收永远都是在于 要基于要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以及比例原则 意思是说你征收这个土地 确实要去横着说 你征收所要达到的公益 跟不征收所维持的公益 以及维持就是土地所有权人 拥有这块财产权的一个情况之下的利益 要去做权衡 所以不是说你 你无法去使用一个说 人民因为请求征收 就可以成为动用征收手段的一个方式 对 这当我是想到我以前参与的一些抗争 我都觉得非常类似就是 明明大家抗争的结果就是说 这个因为公益性 所以可能这个不开发举例 可是他后来告诉我 有些人觉得说这个路开发很好 所以我们再重来一次 我说这是不是在搞笑 是不是在儿戏 到底政府有没有一些 一些既定的一些这种公益的考量 或是必要的考量 那怎么会是谁说我要翻案就翻案呢 这个不是对政府打脸吗 他对他的威信 对他的公共政策的实施 也是一种伤害不是吗 对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其实政府本来你要动用征收这个手段 我们刚刚讲的本来就是要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跟符合比例原则 而且法院也认为说你是要具体说明 你有这个说理义务是说你征收这块土地 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像刚才美宁姐像碰到的状况 或是主持人所讲到这个状况 事实上当然他们要 要不要再发动征收这个手段 当然他们想要提起也是 也不是在法律上也没有说不行 这也是他的这个权益 应该是说他如果依照他们认为的一个公益考量 而要再征收 当然是可以发动 但是你还是要能够去通过 征收的公益性必要性跟符合比例原则 这个有一个程序吗 就是要重新发动要翻要重来 他有一个必须行政机关有一个程序 或是怎么样 坦白讲他其实就是在重新走征收程序 对就是同样就是你要召开公厅会 然后你要召开协议架构 因为你要动用征收之前 其实是你要先确认你 有没有用尽所有一切的方法 取得这块土地 如果真的不行 当然才能动用所谓的征收手段 去取得土地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 还是要经过内政部的土地征收 审议小组去施之审卓 虚立机关所提出来的这个征收的案件 你们符合公益性必要性跟妥事合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当然如果机关任意提起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人民 我觉得人民很可怜 人民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拒绝 拒绝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还是有司法救济的一个管道 作为我们人民权益的最后一个防线 要不然就是今天这个财团说我要 那个财团说我要 这个他的公益是有他的 那大家都搞得天翻地覆 那永远没有外料 可是你刚才也谈到一个就是 我们还有自己的救济的手段 这个案子本身在法律程序上 他到底有多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诉讼的案件这么的多 对应该讲说这个桃园航空城 他其实本来其实他最需要要做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第三跑道 跟他的附属设施 那就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如果就这个范围 机场专用区的部分的公用事业的部分来讲 其实你只要征收 而且是用一般征收方式处理就可以 可是后来他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第三跑道跟附属设施 要新建这样子一个目的 就大幅拓展他要去驱断征收的范围 那因为其实他这个驱断征收 他这个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质是 他其实会有财务上考量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他需要透过去扩张征收 非常大笔的土地来作为后续抵架地 然后抵架地去作为像是 补偿金另外一种替代方式的补偿给未征收人 然后部分是作为公共设施用地 那另外是他们可以作为自己标售的土地 所以其实驱断征收制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程序 而且在这个程序一开启之后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到说 其实对于这个公益性跟必要性的审查 其实是非常简陋 非常粗糙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 他又是采行所谓的先行驱断征收 意思是说他其实已经先决定好他的开发手段 就是我要用驱断征收方式的手段先做 然后之后再透过新定都市计划的方式来讲 有点像是都市计划去反而是满足驱断征收这个手段 可能不知道后面的环品也都是去满足前面吧 对环品的部分来讲他因为又依照 他其实环品的范围也只有针对第三跑道跟附属设施 他不是整体全部的那个驱断征收范围都做环品 所以一个开发案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政府想要做一个 他们所谓的一个重大公共建设案件 然后他想要发动所谓一个桃源航空城 要促进地方繁荣 他只要讲出这样子一个很空泛的一个梦想 空去想像意读的一个想法 对然后做出来之后 他接下来决定的手段 之后他其实像是都市计划 反而我们会认为就是成为他一个 服务这样去断征收目的的一个相关规划 对所以其实是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 其实它会涉及到环品 我们刚刚讲到环境影响评估 它其实是只有针对第三跑道的范围 然后接下来它其实也会涉及是都市计划 对那你就这个桃源航空城 这个特定区域的计划当中 你的规划的部分的问题之外 还有最后就是要取得你的土地 这个区论征收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它会形成三大块的法律上的证据 但是这个诉讼的救济程序是有用吗 会不会又像刚刚美玲姐提到的例子 我已经这个我已经撤离已经画出 但是后来又有人提出来我又被纳进去 有没有完没了 应该是说这个不同的环品程序 都市计划程序跟土地征收的程序 它其实是不同的行政程序 处理的关注的问题 法规上面所关注的问题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 那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部分 它其实是会落在是区段征收 就是土地征收这一块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 不管是要再纳入区段征收 坦白讲因为都市计划 它其实已经将美玲姐的土地的部分来讲 已经化为是第一种住宅区 一直就是提出征收 所以它其实要如何去变更说 原本从是不需要征收的一个情况之下 突然要变成要征收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的不同 到底有 但是因为实际上目前陶渊航空城 这个开发案现在才刚进行而已 那所以说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讲的 有还要必要征收 有另一个美玲姐他们的土地 才能满足所谓他们的开发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有相当大的意义 对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这些 这些 以这次的案子还好 就是这个行政机关被败诉 那它还是可以有上诉的权利 当然 所以他们要上诉 或者是他们上诉会赢吗 好 以我自己对于目前判决的理由 因为我刚好昨天有收到完整的判决书 对 那其实法院其实对于 对于就是 蓄力机关 它要使用这些被征收人的土地 以及内政部在审查它这个征收案的过程来讲 我认为法院其实在供应性必要性跟比例原则审查上来讲 它其实有提出相对来讲是蛮具体的一个标准 像是他就有提到说 你不能因为它这个土地的原本的使用分区 跟它后来实际使用的状况不同 你就要征收它的土地 对不起 这是不可以的 那你如果认为说 因为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跑道开发完之后 它有可能会造成淹水 然后可能造成噪音的问题 然后你要以这个市有去征收土地 不行 这也不是征收的一个理由 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的土地纳入征收或剔除征收 纳入跟剔除这样子 你要去权衡这个私益跟 就是被征收的公益 跟不征收的公益 以及维持私有土地权人 他的维持他财产权的这个私益的部分来讲 你要做权衡 甚至是法院甚至进一步都提到 他认为 其实你纳入征收 是不是因为是他人私益的考量 或是财务考量 所以他法院都提出这种质疑了 对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在这个判决当中 它其实就公益性跟必要性 还有比例原则这个很左 利益很左的部分来讲 它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审查的一个标准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判决当然还是有一点遗憾 在于是说 它对于我们败诉的原告部分来讲 它其实我们会认为说 它其实没有具体审查这个个案 到底真的 到底有没有真的会影响 机场专用区 或是自由贸易港区的一个 这个开发使用的问题 我们认为其实法院 没有再进一步的审查的部分 对 然后这个判决当然还是 对于一些的见解上来讲 我们认为可能还是需要我们透过 后续的上述去做一些突破 所以这个也是后续 律师团会在努力的地方 我想要请教美玲姐 让你参与抗争也有十多年的时间 一路上面怎么走来 我看你对这个所谓的抗争程序 法律都非常的熟悉 这个过程当中 你应该读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经历了很多的这种 包括心理的煎熬 或者是甚至跟邻居的关系 或者是面对官方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 你认为是比较粗暴的 这种行政上面的 这种程序跟言语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路来的心路里程吗 我觉得我被政府莫名其妙的 判了一个死刑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因为杀人犯 他还可以上述到 有可教化 变成无期徒刑 可是我们的征收案没办法 没有办法 像死刑犯可能十年 他已经早就被判无期徒刑 可是我现在十年多了 我还收到公文 还要再次纳入真 收缩敏慧 就一直折磨的一直来 一直来 是啊 就是 我比一个死刑犯还可怜 死刑犯还可以在里面睡得稳 然后 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可是我不行 因为 我要每天在面对他征服什么时候 又来几次迁啊 其实这是我最最最大的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不应该这样折探老百姓 可是 这个历程 这十多年来 一直一直的进来 你是怎么去面对 你有什么样的力量去支持你 去面对这个问题 还是你就是 一口气 我不完 我不好 当然这个 这也是其中之一 我不完 我有房子 我有罪吗 我有房子 有罪吗 是不是 一个经济 不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你政府要有经济 也是老百姓安居乐业 才有办法吗 那你这样一再一度一度的 折磨我们 你到底要把我们折磨到什么时候 我替竹公文已经从106年收到现在 他现在又来一个再次纳入诊说 刚刚律师不是有讲 你不能因为有人要纳入诊说 这就叫做理由 事由来列入公益性跟必要性吗 不是嘛 对不对 你这么多的文给我是给假的吗 内政部 行政院 我想请问一下交通部民航局 你们这五大部啊 你们就这样无缘无故 这样对老百姓施出 使出你们强盗的手段吗 你们政府不就是带头抢劫老百姓吗 不是吗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不是最血淋淋的吗 我人还在这里我还没死我 虽然我还没死我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撑一直在撑啊 我不甘愿啊 我真的不甘愿 我对政府有很多很多的不甘愿 你们谁来告诉我 谁可以告诉我 我该要怎么做了 十年多还不够吗 而且我是每年跟你们追公文 我不是就放着 我常常会议营建署 内政部营建署 你们的会议我常常都有参加 那时候多可怜啊 一个礼拜开五天 而且不能进去 你们在省我的家 省我的钱 我不能进去开会 这是什么道理 而且还是代表进去 可是官员却都一个一个 坐在里面的 要你的家 要你的地 我该怎么办 请你们告诉我 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律师 法官们 请你们协助一个 大势制法 趋断征收这个恶法 是很要人命的 你们知道吗 我希望律师们 法官们你们来协助 徐老师很辛苦很辛苦 希望你们来协助我们 把这个趋断征收法给废除掉 不然我死都不甘愿 我死都不甘愿 我讲真的 这个 交通部 尤其是交通部 你现在看所有营件署的资料 全部都是交通部在征收 我说 自从他们开始有 自从前站计划开始之后 有多少的老百姓又陷入这个泥沼里面 我希望 我真的希望律师们 法官们 你们帮帮徐老师 帮帮这些老百姓 把这个趋断征收法给废除掉 我们台湾所有多民主 我不相信 19世纪前的趋断征收法 21世纪 台湾现在还在用 而且 而且用的非常的严重 我们不是要钱 一般老百姓都会认为我们拿的钱不足 不是 我只是来扎根 我要来这里生存 就这么简单 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我想这个案子 美丁姐是个案 但是她也不是个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刚刚谈到趋断征收的这个法律 它造成很多的问题 但是从过去的民进党债也一直到现在债潮 一次收到费 一次收到改 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进度 律师本身也参与了非常多的 这个抗争的这些相关的活动 或是诉讼 包括过去的越理反风车 或者是像大普安 一直走到这个航空城的这些案子 你也陪伴很多人 在提供法律上的协助 或甚至是在心灵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支持 你怎么去看这一路来的变化 你觉得 在这种状况底下 台湾还有一些改变的可能跟机会吗 这样的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心酸的悲剧 还会持续的发生吗 好 对 这边跟主权报告就是 其实 在我协助相关的案件当中 那其实可以看到说 其实很多其实是制度上的问题 这些制度上的问题 其实第一个可能其实是在立法上 就要进行修法 像我们讲到的区段征收 它其实因为就是明定在土地征收条例里面 所以这个制度目前看起来是在 在条例当中是 虚地机关它可以动用的手段 但是这个制度它的违线性 其实我们在当初提起 土地征收诉讼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 申请希望法院就这个部分来讲 先就区段征收的违线性 有没有可能可以裁定停止 然后送交 那一个送交事件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这个区段征收的案件来讲 它其实分为机场园区 然后还有附近地区 然后又因为土地跟地上屋分开征收的关系 其实目前在法院是四个案件 那我们目前 目前现在机场园区土地这一块的案件 是已经有一个胜诉结果 那只是说目前来讲 还是要看后续就是 内政部跟一个虚地机关交通部民航局会上诉 才会决定这个判局有没有可能会 确定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其他部分来讲 我们还有一件是附近地区地上屋的诉讼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积极在争取 法院就 这一个区段征收制度 尤其包含先行区段征收这个制度的部分来讲 有没有可能可以裁定停止 申请示线的问题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 可能透过立法修正 其实才是最主要核心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透过示线 其实是逼迫立法怠惰 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之下 我们透过司法这样子的一个 这一个最后最后的一个救济的手段 来试图看不看能够能改变这样子 目前现况的困境 那只是说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参与这个协助当事人的过程 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也更多其实反而是焦虑 对于制度的 坦白讲我们对于制度 没有办法改革的愤怒 其实都在心中 所以才会能够集结 律师团的成员 然后大家愿意就是 义务无偿的协助 他们在相关的法律诉讼当中来讲 提供我们专业上的协助 这也是我们的角色 对我们角色上可以 禁制大力案可以达到的部分 所以诉讼的一个管道 其实也是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的在法律上相关的 专业的协助 能够得到一个判决是 对于不管是现在 或是未来的征收案件来讲 都会有一些帮助 其实法院的判决 确实也能够对于行政机关 他们要去做未来征收案件的一个 考量 然后更谨慎去发动这个手段 其实也是一个 有非常重要性的一个面向 对所以以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 这些违宪的一些像是 居然声说这制度 本来就应该要废除掉 只是说如果立法委员这边来讲 因为其实舆论 舆论当初其实在苗栗大谱案的时候 其实也有相关的讨论 那只是说当初修法的时候 然后废除居然征收制度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是遭到相当多的反对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说 像是相关的地震单位 认为这个工具好用 然后相关的 地方政府也觉得很好用 对对 他们都觉得很好用 然后可能对于一些 需要土地的财团来讲 这个方法也是一个 很便宜可以取得大笔土地的方式 所以其实当初在修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是被阻挡掉的 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 现在对于 居然征收这个制度 如果立法的部分来讲 立法部分还是需要大家 共同的努力去推动修法之外 那诉讼上 这会是我们医务律师团这边 会尽可能 希望可以在判决上 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这是我们会再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想在几个层面 一个就是所谓的诉讼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法律过程 是有很多的瑕疵 就是刚刚也提到了 公益性必要性等等 甚至法官都认为 这个是很有问题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诉讼 在进行当中 也许行政机关 还会再上诉等等 但是不管如何 这可能是这个 这个是律师 跟是法官这边的一些问题 当然你们会在这边努力 但是一个更重要 根本的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修法的问题 这个修法不修 那这个问题永远存在 那就会出现 类似更多美龄姐 他所面临到的这种遭遇 那这个其实何其无辜 这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 这个制度上面 出了很多问题 把这些灾难 把这些痛苦 放在人民的身上 这个改变 绝对不会是一个 纯粹律师法律或当事人 而是整个社会要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们透过这两节的节目 让他知道 他不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可怜的个案 或是一个冲突的个案 或是一个抗争的个案 他背后有非常非常糟糕 严重的法律跟政策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